孙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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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度接受访问 来 我们欢迎孙杨 孙杨 你好 孙杨 你好 辉煌战机背后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伦敦这个时候 我感觉就是怕我的 因为我比赛 毕竟喜欢双红的人 因为红色能给我带来好努力 青色活泼 90后冠军笑翻全场 我明白过以后 我以为是奴隶姐你一起 对对对 这个不是我的错吧 神秘礼物带来怎样的惊喜 就是只要是冠军 都会听到他的歌 一路走来 怎样的辛酸艰难让他哽咽 为何速度累撒现场 从这一路走过来 我以后速度太多 中间也想过不练了 父母首度亮相便是榜他 其余世家与您分享 奖牌背后的鲜路历 其实我很少表扬他 有时候他也会说 妈妈他说 你怎么老是不表扬我了 死掉的时候就上面一块肉 整块肉就陷掉了 这个幸福家庭经历过怎样的魔力 实际上孙杨到今年 这边了十四年 十四年 坚持每一天下来 实际上心里面也是很贪通的 那么他很幸运 他也写自己的不行 对啊 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 一起走进孙杨与他的家人 金牌背后的真情故事 精彩即将开始 他一定是现在中国体坛最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看看今天现场这么多的观众 还有他们的声音就已经知道了 但接下来做运动员真的很辛苦 伦敦奥运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可是让他们能够享受快乐的时间 其实不太多 比如说孙杨已经回来 已经开始训练了 今天特别高兴 能够在一个不是游泳馆的场地里面见到他 看看生活中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要欢迎孙杨 现在现在不在第一位 有了有了 很棒很棒 中国第一个奥运会男子游泳的冠军 祝贺孙杨 今天我们也太棒了 孙杨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他夺得了中国男子游泳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成为400米自由泳新的王者 而就在全中国为这个年轻人喝彩的时候 凭借1500米自由泳 他再度夺金 并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中国男子游泳历史上第一个在奥运一届奥运会当中 获得两枚金牌的选手 2012年孙杨 来 我们欢迎孙杨 孙杨你好 孙杨你好 孙杨哥 孙杨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昨天晚上发烧了 对 是 然后昨天晚上那个凌晨睡起来人不太舒服 然后去医院挂了吊瓶 对 我觉得我们沙发对来说有点小是吧 还行 你真的 我觉得你瘦了 是因为生病瘦了吗 没有 因为之前比赛确实然后来回奔波太累了 然后确实瘦了一些人 你真的好白我发现 原来更白 原来更白 游泳的人 原来更白 你指的原来是什么时候原来 就还没有出国训练的时候 嗯 这已经属于晒得很黑了是吧 这已经晒晒的皮肤已经算比较一点变黑了 对 我知道你回来回家之后有几天的休息时间 然后每天最幸福的事 也就是能够睡到一个自然醒 对 是因为 我回去那天正好碰到台风 然后到家 很多网友特别高兴 说你在大家你可以游回家了 因为碰到台风 然后完了之后回到家已经第二天了 第二天以后 然后一早又没提到我家里来 所以说起的也非常早 然后来回奔波 确实非常的累 你家里如果没有人打扰你能够睡到自然醒的话 能够睡到下午吗 应该是12点以后吧 可以 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说可以睡到中午了 对 那这两天也不能够再持续这样的作息了 这两天不行 六点多就得起了 跟你讲一个孙杨特别逗的事 孙杨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编导 因为孙杨回到 他们从伦敦回到北京之后 我们的编导也去机场接他 当时里面也都在是吧 然后摄像就一直跟着他 回到驻地 然后连夜采访他 当时已经很晚了 孙杨很困 然后我们的编导觉得很过意不去 就跟他解释为什么要先见他一下 说前期采访很重要 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你 而且回去还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文案 写两万次的文案 然后孙杨特别紧张 特别恐惧地看着他说 谁写你写我写 你当时真的害怕以为让你写呢 不我开始以为是我写 但后来我明白过以后 以为是鲁依姐你写 对对对 也不是我写 是她写 我觉得孙杨特别有意思 那这几天你比如说在比赛最紧张 你肯定会想一旦我放松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 那你回家之后 都分别跟你爸妈妈做你想做的事了吗 我到了那天晚上和我的姐姐 然后吃了一点饭 完了之后第二天 其实我在放下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和我姐姐 还有我的启蒙教练 就待在一起 然后他们陪我就是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 陪我放松一下 你现在回来以后开始适应了 去到哪儿可能跟以前状态是不一样了 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认出来了 对反正还是在慢慢适应 最近慢慢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在伦敦拿到金牌之后 你应该意识到回来以后 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应该有一点点心理准备是吧 有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这么大场面 到什么时候就发发现 还是我没有想到 一到北京机场 到了北京机场 对 孙良 脚伙还挺棒的 很帅啊 还挺萌的 表现脸 他游泳就看了 挺可爱的 2012年8月6日 从伦敦再遇而归的英国游泳队 抵达北京机场 当游泳队出现在机场大厅的那一刻 等候多时的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兴奋 身高1598的孙良 更成为了现场人们尊重的教练 比赛的时候完全就是专注比赛 就是比完赛以后 就是想到很累 我需要放松 我没有想到回国以后会怎么样 从国境那个出口去走出来的时候 然后看到那么多的人 你是先看到人还是先听到人的声音 我看到人 然后再听到声音 然后那一刻你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 比如说有点紧张 有点不好意思 会有点 也不是不好意思吧 就有点怕 主要脚被他们踩住了 动不了 我想你爸妈妈可能也要开始适应是吧 我爸妈还好吧 他们路面路的比较少 所以 可能还是我名气比他们大一点 所以我会更困难 谁说的 刚才你爸妈一进场 那个欢呼声不禀 来 给爸可以随让他爸妈妈一点欢呼声听听 有时候可能自己不会觉得我的一个动作 或我的一个表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对于喜欢你的人来说 他们会研究你的每一个表情 你的每一个动作 然后觉得你的每一个表情都特别的可爱 你以前会想过表情可爱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错吧 哈哈哈 但是当你发现喜欢你的人 他们会喜欢你的 比如你的笑的样子 你的很多表情 比如说这些 这是瞬间被定格的 你要让人摆的话 这还真的摆不出来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做 在想在干嘛吗 在左边这张 我知道 那个是春天上海试景赛 然后这个是今年奥运会 那个是10年亚运会 然后这个是今年的奥运会颁奖 对 这张有点皱眉的 你当时在 那张 那张是上海 对 你当时在想什么还是在干嘛 是好像是 看东西好像在签名好像在 嗯 中间这张呢 那张是那个10年亚运会的时候 这张也挺可爱的 嗯 哈哈 所以有时候 嗯 你会上网去看一下他们给你写的话吗 会看 因为 嗯 可能网上浏览会少一些 更多的可能是在我自己的微博里会看到 嗯 对 看到以后你会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更多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感受 怎么说呢 首先就是看到这个话 其实你还是非常的感动 不管大家给我取了什么样的名字 对 是真的 因为 我从开微博到现在已经 已经快两年了吧 嗯 然后 确实 每天有很多很多粉丝在我微博里给我留言 不管是在我可能遇到一些开心 或者不顺心的时候 包括比赛压力大或者 他们都会每天 来鼓励我 或者来 就到我微博里来留言 甚至他们在考试的时候 也会利用一切的时间用手机给我留言 在考试的时候啊 对 因为全场上我记得高考也有很多学生利用课间的时间来 对 所以说 嗯 这里在座每一位人吧 我都非常感谢你们 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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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年仅17岁的孙杨就已经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奥运会1500米自由泳决赛,但那次比赛他竟得到第8名的成绩。 而随后,2009年的文化世界赛,孙杨一旦招得了1500米的铜牌,虽然只是第三名,但当时也是中国男子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但真正让孙杨一战成名的,是2011年上海世界赛1500米的惊人突破,孙杨已领先第二名三秒多的绝对优势,完美夺冠。 孙杨,世界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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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此而言,看去,世界赛. 我们先放的是,孙杨在以前比赛,包括这次伦敦奥运会的一些比赛画面,还有之前的一些, 对,如果让你回忆你的游泳比赛生涯,你会哪一段,你会比如说印象,当然伦敦是印象最深,因为最近的嘛, 之前呢 刚才看到那些画面 你看到哪个画面时候 会感触特别深 可能还会到两年前吧 亚运会吧 因为那时候 可能大家都知道 韩国的朴太环 对 对 他可能确实实力 那时候比我强很多吧 可能我抱的是拼大心态 所以那时候 我在200 400都 其实也是输得非常可惜 也输了一点点 输也不多 但最后我在1500米的话 以巨大的优势战胜了他 但那也是 就是我第一枚 国际大赛的金牌 然后也是开启了 我这两年的一个 全新的道路 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 给我印象最深刻 那比赛之前 可能每个人都会明白 我的那个对手 就在不远的一个地方 我其实能够看到他的 然后彼此能够感到 对方那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吗 前两年的话 自己 那还不是说 具备绝对的实力吧 所以说 可能在一些赛场 或者就是说 底细不会像这一年 那么的足 但经过那去 一年的洗礼以后 到现在的话 我在赛场自己的 就自己 首先进了踏进 管理的那一步感觉 自身感觉 就非常的不一样 嗯 那你能够感到 比如说你在伦敦奥运会 你在出场之前 在更衣室的时候 别人看你的那个目光 是什么样的吗 以前我不知道 但是在伦敦这次 我感觉别人是怕我的眼光 他们一般是以 什么样的眼光来看 就假装 假装没注意你 但其实特别注意你 是那样的吧 类似吧 就是 我能问 朴泰华人怎么看你的吗 朴泰华 朴泰华的话 就眼神上的一个交流吧 因为比赛前 大家都不会说话 嗯 因为可能 可能我还好 确实 我自身觉得压力不是很大 可能他们那些 未免冠军会 觉得压力更大 可是赛前 最多用眼神交流 或者就是打一招呼 用眼神怎么交流呢 就是 嗯 嗯 表演的吧 类似就是这样 对 表演 那这时候 你的那个心里在想什么 比赛嘛 肯定都会想 别人状态好不好 当然肯定会想 他状态是好是坏 嗯 比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这些都会考虑 对都会想 你每次出场的时候 耳机里面放的音乐 每天跟每天是不一样的吗 嗯 基本上不一样吧 嗯 反正就是 能使我变得兴奋的歌曲 对 我需要那个节奏 我不会在意他唱什么 对 嗯 他们说你最喜欢的那个 艾维尔 所以每次一般都放他的歌 他的歌 因为 嗯 从我广州亚运会拿冠军开始 就是 只要是冠军都听了他的歌 哦 我发现运动员 运动员都会有一个这样的 运动员都会有一个这样的 是习惯也好 心里暗示也好 那天采访那个风云组合的 傅海峰 他就是只要输那一个头发 就那一种发型 他就肯定赢 嗯 他只要一换发型 他就没赢 这些年我知道 呃 两人发型区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话不多 我们也就是 大大 这是你比较幸运的发型 是不是 这个对 因为我觉得 他说你从05年 只要输这个头就不会输 只要剪这个头 没输过去 那你干嘛要换别的发型 就别换发型了吗 不行 人家审美有问题 小话 哎 这样 这样 你不比赛的时候 你就换别的发型 比赛时候就换回来 每个中药比赛的时候 就保持一种 稍微长一点 那关键的时候 整一个这个 哎 北京奥运会 不是这个发型吗 北京不是 哦 不是 现在他们俩说 那个他们北京奥运会 最后就换了个发型 后来那次没有赢嘛 然后就一直保持 不光是音乐吧 然后 因为这次 那个 那个就是整个代表团 是安踏赞的服装 然后要求全部 但是 因为我比赛 毕竟喜欢穿红的 可是大家看到 我这一天 四百次穿的红色的外衣 然后我的鞋也是红的 然后就是 基本上 因为红色能给我带来好运 所以我比赛的时候 都会用红色来 对我的心意 对 这点你爸爸也说 特别选红色 说你每年春节前 都要买一两身 红色的衣服 是吧 对是 现在的话 因为 可能很多 因为品牌的关系 就是说 不能自己说 我喜欢什么 就是 对 先有一份礼物给你 其实是你的 粉丝给的 那张 来 就是 这个是他的签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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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各种 来 好 来 这个是唱的那个 这次我们跟着孙杨回到杭州 去拍了拍摄当年学习游泳的学校 那个学校如今非常活 我估计所有的家长都很希望 把小孩送到那个学校去 来 我们看看 这所坐落在杭州市中心的陈京伦体校 是杭州当地有名的一所职业体育学校 这里曾经走出过吴鹏 楼云 罗雪娟的名家 同样也毕业于这里的孙杨 在奥运会之后也第一时间回到了这里恢复训练 在孙杨身旁运到的几乎是年龄都不到十岁的孩子 孩子们如今都把孙杨视为偶像 而这些孩子对游泳的热情 仿佛就像当年的孙杨一样 一个队里有好多学生 他是特别闹的一种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教练要一对一对付他 如果有些大一点的姐姐在帮我们宣伴 他到时候他会把我们的姐姐后一次下去 他胆子大 很开朗 基本我跟他两人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是他讲话我听 因为他小时候有时候训练不乖嘛 他妈妈就是不带他 让他跑步回去 让他跑步回去 他妈妈骑车他跑步 他有时候不乖他妈妈要打他 对 打出乌亲来了 到时候他来给我们看的 吴老师妈妈打了 他妈妈是管了他从来的 虽然四百米拿下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真的是 真的不要拥抱 后来我真的是很激动 太高兴了 真的很高兴 没怕了赶快拥抱吧 就这样子 就是苏先生要来我们拥抱一下 太激动了 太高兴了 这是你很熟悉的当年的学习的环境是吧 对 想到什么了 虽然应该想到什么了 是看到老师还是想到什么了 来 你想到什么了 可能没有人会知道 我这一路走过来可能有多辛苦 确实我觉得 从这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多 你哭 妈妈哭了 从我 可能从我练游泳开始 从真的一二年吧 十年 十一年了 这么多年 我就一天我都没有见到过 我已经有 大概五六年过年没有回过家 每天都是在训练 包括近几年在澳洲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为了在伦敦这一刻的美好的战法 其实之前中间也想过不练了或者回家 或者 但是 真的走了或者不练了 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的小 因为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每当在国际大在看的那些像菲尔普斯他们 比如说拿金牌或者 只心里有一种 从我想和他们一样 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最高力量牌吧 就可能 回到之前过往的这十年吧 心里可能会感触比较多 对 你从什么时候觉得那个奥运会金牌 是离你 离你其实挺近的 只要你努力 它是可以拿到的 其实从19年罗马以后吧 因为当时我拿了 1500米的铜牌 也是中国男子在这个项目最好的成绩了 但是可能当时因为张灵的那一块金牌 可能太耀眼 可能大家并没有说对我太多的关注或者怎么样 但从那以后因为跟大家差距在越来越缩小 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后 是可以把梦想改变 我觉得 对 现在回过头去想 08年北京奥运会那次 你比完赛拿第八名 当他们在颁奖的时候 当时你在哪 当时我已经到边上的放松室去放松了 因为那时候08年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游1800米 当时后来虽然我游了第八名成绩 虽然就是跟自己预赛成绩对比不是太好 其实心里已经非常的开心了 因为中国男子游泳选手的1800米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而且当时我还年轻 我当时就给自己非常坚信 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 我做好更方便 我觉得四年以后 我一定会比他们更好 那当时你在那个放松室里面 他们在颁奖 你能够看到那个 比如说他们的国旗在升起 能够听到那个声音 当时你就是一种 看着还是在想 四年以后也许 还是什么都没想 对 我想过 因为 因为木想 我觉得只要敢想才可能实现 所以说我自己做梦也会梦到 可能我站在领奖台上 可能是国旗那一幕 所以说从那以后那四年 每天我都非常的努力 这样 这样不难过 这样很棒 来 我们讲到这 应该把爸妈妈请上来 妈妈刚才看了点激动 来 来 二零一二 伦敦奥运 精雄归来 他们是最炙手可热的 替谈新霸主 我多了太多 他们赢得的不只是荣誉 我实话有点害怕 他们拥有的不只是对手 这个比什么都真正 他们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妈妈我想你 不是我跟他 路易奥运 说出你的故事 伦敦奥运特别企划 英雄归来 敬请收看 出身在浙江杭州的孙杨 从小成长于一个体育世家 父亲孙权红 曾是省体工队的排球运动员 有着一米八八的身高 现任浙江科技学院的教授 而母亲杨明 也曾是一名排球好手 与丈夫一样 现任大学老师 也是硕士生导师 孙杨继承了父母的身高 家庭的基因 也赋予了孙杨运动的天赋 幼儿园时 孙杨的身高 就已经超出同龄人许多 一个偶然的机会 孙杨被铁校的教练看中 七岁时便开始练习游泳 而曾做过运动员的父母 开始并不赞成孙杨游泳 在教练的坚持下 孙杨父母才勉强认可了这件事 而谁也未曾想到 这一练就是十四年 背后的心酸 也只有这个小家庭 自己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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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坐中间 哇 你们家都好高啊 快坐中间 显得我下发好小啊 刚才孙杨一难受你也难受了 爸爸还是比较坚强的 忍着呢是吧 真的 忍着 我看每次他比赛的时候 你还是比较镇定的 是的 但是每次如果我看他训练的时候 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就是难受 特别是今年的话 今年因为他去澳洲的时候 两次我都去了 特别是第二次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冬天了 就是每天早晨 他四点半起床以后 我也跟他一起去游泳池 但是他很心痛我 他说妈妈你不要去了 早晨那么冷 而且在那时候就是 他每天到那个游泳池以后 他的羽绒服是我穿的 教练在训练的时候 是戴着手套的 就是冷的是可想而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 有时候就是他的训练 这种就是真的让我很感动 其实我很少表扬他 有时候他也会说 妈妈 他说你怎么老是不表扬我的 老是表扬 因为我 我就是我姐姐的女儿 或者是我妹妹的儿子 我经常会表扬他们 他说为什么 那我说妈妈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那么我觉得我希望你更好 所以我说 你有时候我说你的缺点 如果你转换 可能可以更完美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训练的时候 真的 而且特别是我 第二次就今年 就是那个五月份 去澳洲的时候 正好我去的时候 他现在其实这儿还有一个疤 就是当时他这里很痛 打了封闭 打好以后就是 第二天早晨 一晚上打个八点多打的 第二天早晨 本来应该休息 但教练让他训练去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训练去了 那么当时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痛 后来又贴了一个膏药 膏药贴了以后 因为是磁性的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第二天 就撕掉的时候 就上面一块肉 整块肉就腺掉了 腺掉以后 他每天 因为下水 水里面不是很容易感染的吗 他每天就是说是自己 那个精美术药膏啊 自己查一查就下去了 然后训练好 我要再吐吐就这样 很长时间都没有 到现在都是留靶的 但是有时候 再给你 再给你一个 真的 而且特别就是说 让我感动的 就说是今年三月份 就第一次去澳洲 我也去了 但是我提前回来了 那么当时的时候 他的手很痛很痛 就是说里面都接水嘛 抬都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以后 他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你就偷懒 我说你 因为从我来说的话 因为他已经本身就那么痛了 如果你在大强度训练以后 可能对这个肩损伤 更那个 但是当时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很严肃的 而且是那天哭了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就批评了我 而且很严肃的 所以说就是说 他今天能走到 今天其实一路走来 真的很艰辛 但是我一直也鼓励他 我觉得他也算幸运的 那么多运动员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但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么他很幸运 他也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啊 对啊 对 你说到小时候可能 你说小时候 刚才说到的时候 我也哭了 小时候是的 因为我从小我就教育他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好它 只要你给过程做好了 那结果因为不是你 就是你自己能过程做好 所以小时候 我记得就像你刚才 说的那一次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 他二年级 九九年的夏天 杭州很热 三十八度 他又在训练的时候玩 我特别生气 然后就从出游泳池以后 我就让他跑 穿个拖鞋 其实他上小学 上五年级的时候 去学校的时候 都是我送他的 就是说连书包 我也不让他拎了 以前他微博上也讲过 就说应该在生活上 我觉得他很那个 但是在学习上 或者训练上 我对他要求很高 因为我觉得你走了这条路 因为你要走好的话 你一定要付出 比较更多的那个 所以说他也一直 就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说真的我心里面 特别是这次拿了奥运会冠军 对他来说 对我来说 我都特别开心 爸爸还比较淡定 忍着不能够让眼泪流出来 说实在话 我在没有讲之前 我还说两句感谢 刚才孙杨也说了 他也非常感谢 喜欢他的人 忠实的这个粉丝 实际上现在支持他的人非常多 他有时候我们在交流过程中 他就说 他说你看有这么多的粉丝 在支持我 在陪伴我 他自己也坚信 刚才他的梦想 一定能够再能够实现 最后他做到了 有时候 我觉得从小到大 你跟你爸你妈亲 你们三个是一个团队 是不是 对因为 从小不是说 我直到到了今天 可能才有 才有很多人来帮助我 之前可能都是 我靠我的父母来 帮我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 所以说的话 可能 外界取名现在 可能是基金团队 或 可能是家庭团队 家庭团队 比如说他训练很辛苦 说妈妈看到会难受 我不知道爸爸 有时候看到他训练和比赛的时候 包括这次在伦敦 那训练就不要说了 实际上每天 实际上孙杨到今年 是练了十四年 特别是到03年 进了省队以后 基本上这个训练量 一天要达到 一万五到一万八千米 那我们常人想想看 这个如果每天叫我们 坚持能够走一万米 或者一万五千米 可能我们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包括这次在伦敦 我看到他有一千五的时候 我内心还在想 我说虽然 大家从电视上看 或者从现场看 可能我们不是很专业的 可能我们是看到他 取得什么名字 或者看他的 看他的动作 游得很好 真的有时候想想看 真的十四年坚持的 每一天下来 实际上心里面也是很酸痛的 我觉得一般 我问过一些运动员的家长 他们其实比赛 想看又不敢看 你们还算比较坚强 你们是敢看的 所以他非常喜欢我们去看 特别是四百米那比赛的前一天晚上 他在奥运车给我打电话 说 妈明天早点来 你明天早上越早我看到你越好 他说 所以说我当时是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门口 结果他要八点半才开门 我才能进去 我就在那了 我觉得做父母的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你给他送汤 每天都送 送有多长时间 就是他从03年的9月2号进了省队 他只要在杭州 我肯定去 包括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只要在杭州 我每天几乎 如果今天晚上我有什么事情 实在走不出 让他爸爸去 但是一般来说 再怎么样 我们肯定也去 也给他送去 孙杨 你妈给你包的那些汤 你是真的喜欢喝 还是因为有营养 你才必须要喝 是有营养喜欢喝 不是 是有营养喜欢喝 还是好喝喜欢喝 有营养喜欢喝 有营养喜欢喝 他只要说这个东西 有营养他都喝 其实真的很难喝 因为生亚爸的身体 有时候炖多点 我让他喝 他喝不下 然后最难喝的是什么 就当时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说 说西晴啊 维生素C很多 他的榨色很好的 我也榨了 其实真的很难喝 但是我给他放了一天蜂蜜 他真喝掉了 你觉得好喝吗 就西晴 不好喝 很难喝 然后你妈说 对身体好 有营养 西晴只很难喝 炸出来是有点犯苦的感觉 对 然后因为你妈妈辛辛苦苦 炸算你就要喝 对 喝完就 二人一样 轮动奥运 英雄归来 他们是最炙熟可热的 其谈星霸触碰过的态度 他们赢得的不只是荣誉 我说实话有点害怕 他们拥有的不只是对手 这个比什么都争取 他们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妈妈我想你 不是我跟他 说出你的故事 伦敦奥运特别企划 英雄归来 敬请收看 当你妈妈说 你比赛时候 你就希望能够看到他们 说越早越好 你看到他们以后 你心里面会感觉怎么样呢 就踏实了吗 因为从小可能 比如说在心理这方面的话 可能我父母给我更多 所以我希望比赛时候 能看到他们 心里能更放心吧 对 比如说在伦敦 你能够远远地看到 你爸你妈坐在那吗 你能够看得很清楚吗 我父母就是坐得非常前面 坐在第一排第二排 所以我看得非常清楚 但比赛进去不会看 就是准备活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 你之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交流的方式 比如说挥挥手 然后彼此看一下 就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挥挥手 就是知道 大概坐在什么位置 就可以了 他就在热身的时候 我们坐在那里 他会看到 那我们就给他挥挥手 笑一笑 在比赛的时候 他到中点的时候 他肯定先回过头来 先看我们 包括上次 那个就是1500的时候 那出令发令 因为出现那个失误嘛 他下去以后 那一下的时候 一下完的时候 也先看我父母 到底怎么样 先回过头来 你当时看父母 是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 当时什么表情 所以我就先看了他们 他们当时就很惊讶吧 当时我们教练也 也吓傻了 当时你俩什么表情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就一下 就好像 人一下 跟随着脑子里边 一下好像跟一个 什么重机炸弹 好像轰了一样 人一下就 哎呀 我说这完了 我说 我就当时就说了这句话 一下整个 而且我那天晚上 我记得很清楚 那当时他 因为是裁判的原因了 又给他正常的恢复比赛 完了以后 那整个一个晚上 我好像就是 受到了沉重的这种 外界 这不是什么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就是好像整个晚上 一直他比赛完了以后 我在回去的路上 包括我还有几个朋友 我们晚上在一起 在吃饭聊天的时候 我人一直兴奋不起来 拿了冠军之后 也兴奋不起来 兴奋不起来 就是他那一下 提前入水 因为当时 因为我在现场 确实因为观众 我觉得国外观众 也还是蛮好的 给中国运动员也加油 你知道你爸 有那么紧张吗 回去我看了新闻 新闻当时央视 马上就把镜头 给了我父母 所以我在第一天 你一看表情 能够明白 爸妈当时在想什么 我能明白 我妈倒还挺淡定的 我爸倒 因为当天的时候 他回房间的时候 已经因为又了解 又参加那个 央视的那个节目 他回房间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是两点 大概是二十几分 他打过来第一句 他说 老爸呢 我说老爸睡觉了 我说 然后他说 我今天 他说 我电视里 就是到那个央视 去看一下 老爸 他说一下子 人抽起来了 我很心痛 那我说 你赶快睡觉吧 然后过了大概 他又十几分钟 他又打过来了 他老爸 那个妈 他说 你叫爸爸 我今天看巴拉杜 我都好心痛 这原话 然后他说 你叫爸爸接电话 然后我给他教训 给他爸爸讲了两句 他具备了这个夺冠的实力 甚至于打播世界纪录 这个实力 如果因为 因为这个 给他取消比赛 那你说 多少人遗憾 现在可以兴奋了吧 现在可以兴奋了 孙杨 其实我去做运动员 就是得了冠军之后 能够开心的时间 其实不多 是吧 因为马上就会有之后的事 对 其实拿冠军之后 其实最开心的 可能就是 到边 然后到颁奖结束 那是最开心的 因为之后 其实要 又要恢复到正常训练 然后又要参加各种活动 其实比比赛可能还会更累一些 因为到了比赛赛前 量就会调下来 然后会比较轻松 所以说 比赛那段时间 要比平时还轻松的多 一般人就说 成功就是要有天分 要加上汗水 你觉得对你来说 成功的秘诀是不是 就是你肯定是有天分的 然后你非常非常努力 就是这个秘诀 对 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你说 包括菲尔普斯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确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天赋 但也是付出了 可能一般人 想象不到的努力 他才能有成就 这么伟大的成就 对 所以说 你觉得一个人坚持梦想 是不是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是值得 但是首先要具备 你有实力和天赋才可以 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 他练了一辈子 他可能拿不到什么成绩 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受 对 得有天分 然后再加上勤奋才可以 对对对 那现在你觉得你爸妈 最担心你 最操心你的是什么 他们可能会 想我的身体吧 因为 08年吧 08年还是09年 08年之后 我当时休息了将近两个月 因为当时可能太劳累了 心脏不太好 后来也是就是 经过一些治疗好了 慢慢恢复了 但现在的话 还是每天在 就是说在保持 因为每天这么大的运动量 就是对一个正常的身体来说 肯定会 肯定会有难受的时候 所以说的话 现在别的 其实到现在对我 没有任何的要求 哪怕就是我轮到奥运会 不拿金牌 只拿一块奖牌 我父母都会觉得 只要我身体好了 都没什么 我说你只要你自己 就是说给自己 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结果我说是不用那个的 有时候我有时候会讲 哎呀我说一个运动员 能不能走进奥运 那08年能走进奥运赛场 或者能在自己 国家参加奥运会 我觉得都了不起 然后他就会说 妈你对我要求太低了 他就会这样 所以我一般平时 我们聊天的话 还是那种心理方面 经常让他是有一个 比较自信 这种心理运动员 我觉得也很那个 包括平时他经常会看 你像菲尔普斯自传 什么像姚明啊 刘翔 还什么李开福 他都看这种立志的说 他都看 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 就是不管从精神上 或者那个上 也是一种激励 也是那个 独家走访 孙杨家杭州住宅 首都曝光 孙杨的私家成长相册 老师也比较喜欢他 因为他想着可爱 因为会唱很多歌 比如妹妹你坐船头 孙爸孙妈传授冠军叫死鸡 他爸爸从来没中他过一根汗毛 就从来不打他了 那我呢 然后今天如果你坐了 你说八十个 我给你看十分钟电视 那都很事实的事情 说实话 他叫我名字 我叫他杨哥 然后 择偶标准 话题不断 报效全场 有人想着孙杨 你们择偶标准机器 孙杨的身材 那是可以跟他们 媲美的身体超过他 但是